估计很多朋友不知道剧情和超剧的区别,在小编看来想要成为超剧,有四个条件应该具备,第一获得常规赛MVP,这是最硬性的个人荣誉,第二总冠军,这是此生实力的体现,第三的有漂亮的个人数据,若不然很难复杂, 被人记住,只有同时具备至少两点,才能叫巨星,想要成为超剧必须还得加上一点,那就是在整个NBA都有很大的影响力,想要同时具备这几点,能做到的人真的屈指可数,由此看来NBA现役配叫超剧的球星,也就只有这五人,五,维德在NBA打了15个赛季,他个人数据场距22.5分, 4.7蓝把5.5助攻,在分位里正数据绝对好看,维德拿下过三个总冠军,一次FMVP得分王肯定也有一次,赛季一阵入选过两次,还有六次月最佳,维德在各种专业媒体排名中,已经是历史前三的分位,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, 有三个总冠军,又有FMVP,维德当然配叫超剧,别忘了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,还是在进入联盟,就让了所有人一对半月板完成的,如果是100%健康的维德,他的统治力会更可怕。 4.杜兰特也是出道就顶峰的代表,生涯第三个赛季就拿得分王,这也让他成为了NBA最年轻的得分王,他11个赛季场就27.1分,71篮板3.9助攻,看数据就知道他非常全面, 2.两座总冠军,参联两次FMVP以色长规赛,MVP,德分王他拿过4个,是现一球拿德分王最多的一位,杜兰特的进攻已经是历史级别,特别是他的单打能力,在现一就是第一的存在。 3.别看库里在NBA目前只打了9个赛季,但是他已经提前锁定了历史女士大巨星,首先库里算是用一几致力改变了整个联盟,如今的小球时代,就是因为库里才出现的。 库里用他那超强的三分能力,把整个联盟都投怕了,但赛季402季三分的神迹,很难再次出现。 库里有三个总冠军,两次MVP,其中有一个是全票获得,这也是历史记录,德分王和抢断王,库里也是个拿了一次。 只要库里不受大伤,NBA历史三分王也,将改写成库里的名字,能够改变联盟打法的球员,当然是超级实力。 2.诺维茨基虽然只有一个总冠军,但是他已经是公认的最伟大外籍球员,诺维茨基已经在独行小打了20个赛季,很快将迎来第21个赛季,就凭他的这一段坚守,就值得让人尊敬。 一次MVP,一次FMVP四次赛季一阵,他还拿了新世纪最优含金量的总冠军,也是历史上公认单和夺冠的代表人物。 1.排第一的人选最没有悬念,他就是乐布朗。 2.詹姆斯,詹姆斯出道15个赛季,他就丁封了15个赛季,现在已经快34岁了,也就是联盟第一的实力。 他拿过三个总冠军,三次获得FMVP,MVP他拿过四个,五次,一防,十二次一阵,建议把攻防同时做得最好的,还得是詹姆斯。 詹姆斯身上还有太多无法被打破的记录,这也是他被人铭记的原因。 熟悉媒体已经在讨论詹姆斯历史地位至少是前五了,如果还能拿一贯直接就是前三。 对于历史地位至少前五的巨星来说,詹姆斯当然有资格被称为超巨。